大家好 今天跟大家玩的手機遊戲就是《新射雕英雄傳》 最近走過地鐵站 都會看到大大張的劉丹做廣告 劉丹扮紅七公其實在我們以前的年代是非常經典的 因為王入華的年代做郭靖 紅七公就一定是劉丹 所以香港人的經典都會這樣想起 所以今次看到劉丹丹叔肯幫這個遊戲做廣告 我真的非常感動 那些回憶都回來了 因為劉丹這個紅七公是屬於香港人的經典 那我們馬上進入手機遊戲看看 首先其實有四個職業可以選擇 主角就是桃花島 說起桃花島就一定想起王若詩 這是王若詩的流派 不過很奇怪 桃花島只可以選女生 那什麼意思呢 就不知道 其實王若詩有收過幾個徒弟 在射雕英雄傳裡面這個五湖廢人 五湖廢人其實都是王若詩的徒弟 這個令我想起這件事 好 全真教 全真教就比較出名就是全真七子 其中這個休暑基也是全真教 那休暑基是真正的歷史人物 大家如果有熟悉中史都知道 全真教就是王若詩 即是終神通的教派 可以選男和女很驚喜 好簡單 那女道菇是挺不錯的 我挺喜歡的 不過白白發就好像有型了少少 白發魔女 你看到全真教的傷害是最高的 最高的 不過其他性能就似乎低了少少 嘩 那麼韓龍十八獎 蓋邦 那真是紅七公的幫派 那蓋邦的攻擊力和生存力都比較高 那應該是一個坦 相對上的機動力比較低 那桃花島應該做 我覺得類似一個平衡性角色 所有技能都比較平均 那適合這個新手選 蓋邦沒有女的 講開講 即是很難想像女黑衣的樣子 但是講開講 黃蓉也是蓋邦 黃蓉是蓋邦幫主 現在蓋邦反而沒有女 黃蓉是蓋邦幫主 那白鎚山是什麼 白鎚山就是西毒歐陽鋒那個地方 白鎚山 這是歐陽鋒的派系 他打控制流 即是打控場 有女的 那你看到他們的攻擊方式 應該是類似拳師 應該是近身的格鬥 應該是 那我自己就選了這個桃花島 因為我喜歡小羅莉 因為我比較喜歡黃蓉 射雕裡面的黃蓉 我是比較喜歡的 那其實 近期這個 2017年都有一套 新射雕英雄傳 如果大家有留意 無蝶剛剛做完 那你看到附近郭靖的造型 是完全跟電視劇的一模一樣 都已經是很多年前的舊師 那你也可以聽到他們的配音是粵語的 那這個真的對於香港人來說 是專為香港人而設的 對啦 所以這個遊戲都非常有心 那其實你們也可以進行這個主線 不過 不過 我現在LV要升到46才可以再接到 那不如我們打一些副本給大家看看 那你看到我有兩個同伴 一個就是黃藥師 一個就是應雇 一會再跟大家介紹一下 那些同伴怎樣拿 那首先 入副本的時候 你就可以叫同伴一起打 那你看到 當48級的時候 可以多開一個位 56級又多開一個位 那最多是可以有四個同伴一起作戰 那這個遊戲非常好的地方 就是首先黃藥師 你第二天登入就可以有 那是三星有一個厲害的東西 那跟著這個 阿念慈 這個好像楊過了我媽媽 如果我沒記錯 那這個其實 只要你首貨 首儲的話 就會送給你 那你其實首儲少少的8元 那已經有了 那所以 一開始已經送了兩個三星給你 他已經在打 那你可以用不同的技能 那因為桃花島比較易用 那他們主要攻擊就可以了 那你看到 左上角人物的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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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量棒 那你充滿的時候就可以開絕招了 那你看到現在多一個技能在 那一會我就看看 打大佬的時候 開一次大技給大家看 那桃花島的大技就是 洛英神劍 好帥喔 各位觀眾 洛英神劍 好了 好 那攻擊力非常高 基本上一下就秒了 那加上有無敵時間 所以 那個大技 即是打FORCE戰 非常好用 那我這個 阿櫻姑是輔助角色 他是幫我回血的 你看地上有一個綠色的範圍 就是回血 那我黃藥師主要是打的 對 即是for fight 你很帥喔 你很帥喔 借他 OK OK 好 接著這傢伙又要動 好 開技 我發覺我的partner是超級 是不會死的 我發覺我的partner是不會死的 因為他們不知道有沒有血計 因為我玩那麼久還沒見過 我沒見過黃藥師是會死的 好 講開又講 剛剛講在2017年那部電視劇 你看到現在黃藥師其實是 完全是三哥的樣子 是還原殺害他 快點撿 嘩 走 走不設定 暈了 那你見到阿櫻姑 例如阿櫻姑 郭靖 黃蓉 那些都是會跟回那個 即是那部電視劇的造型 是完全忠於這個電視劇的 所以你如果看完 洛英神劍 嘩 這傢伙很多血 六罐英 搞定 好了 這個副本形式就這樣過關 那你A又補傷了 章節獎勵 喂 150連 好 下次再說 麻煩 那當你打完的時候 其實你也可以掃蕩 選擇 其實是體力 體力就會慢慢回復 掃蕩券就 雙城或者登入都可以買到 好了 你看到這些石頭有什麼用呢 先跟大家介紹一下 裝備有新東西 剛剛拿了石頭就是這個強化裝備的時候 你需要用到青銅 有青銅才可以強化你的裝備 那裝備就越來越厲害了 這個可以聚補 好了 武學那裡其實就是技能的意思 當你升level的時候 當然也可以強補升級技能 你看到其實它的招名 即是旋風素孽 樂英神劍 那個 玉燒劍法 其實都是 完全都是桃花島的 那些武功 即是黃藥絲的 那如果你有看過 即是彈指神通 你有看過那個射雕英雄傳 那你都知道其實 黃藥絲的武功就是這些 好了 另外在火盤那裡 當然剛剛說了 只要守處和登入就可以送到兩個三星 其實另外你可以抽角色 那我自己比較好彩 抽到一個英姑 那我自己覺得非常好用 因為它是一個回復的奶媽 那在原著裡面其實英姑很厲害 如果你有看射雕 或者有這個神雕俠女 你都應該知道 好 群俠傳 群俠傳就是當你集齊 一定的角色之後 其實就可以開啟一些屬性 例如這個厲害 這個天下五絕 那如果你得到這個 東邪西毒 南帝北蓋 加上中神通 中神通 黃蟲羊 那你就可以獲得這個屬性值 即是氣血 一萬值 獲成萬多次線 內攻五百五十 好些 那 那角色比較容易達成 因為大致弱魚 一有角色就可以開啟 那這個是一個 即是說你的角色儲得越多是越厲害 即是就算一些兩星一星那些沒什麼用的角色都好 那你都可以開到這個群俠傳 所以是一個鼓勵大家收集多些角色的元素之一 那另外每天都可以有很多活動可以做 那你不用怕上市沒什麼做 一定有時間你搞 放心 有時間你非常之現衝 很充實 定令你 好了 那今次這條片就來到這裡 那我都繼續升一升那個level 那我希望儘快升level 接住先 因為我都很想看一下這個遊戲的劇情 那我們今次來到這裡 我們下次見 拜拜